对,然后做完一年多了 你问我的心得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离我自己想要的秧子又更进一步 因为我打从这几年就觉得 我想要越来越像女神 所以我做了很多外观上的调整跟改变 我觉得都回头看都蛮值得的 然后你自己的自信也会越来越出来 然后别人给你的赞美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个人在我身上是 完全真相的一个改变 我自己很开心 嗨,大家好,久不见 那这一次呢,久违的回归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要去融入这件事情 那我在我IG跟大家说 我最近有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要在我30岁的时候呢 完成融入这个手术 然后其实融入这个东西呢 已经在我的人生的规划里面非常久 那我一直觉得它可能就只是规划 没有办法实现 因为毕竟要用很多钱嘛 再加上要有一定的勇气 那我决定就在我30岁的这一年呢 也存到钱了 然后想说就直接来实现我这一个 不敢想象的梦 所以它即将要实现了 所以我有一点期待 跟有点紧张 那这一次我要放的这个假体呢 是 因为我可能会走光 因为我这衣服是打开的 对 我这次要放的假体是这个曼陀的女王波 没错 它是假体里面目前最新最新的一个种类嘛 应该是种类 对 它叫女王波 它看起来就是这样QQ软软的 那这女王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很多资料实证 它其实应该是所有假体里面摸起来是最软最软的一个触感吧 就是放进身体的一个触感 那它因为是最新的嘛 所以我就想说既然要做的话 就要做触感最软然后最新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就选了女王波 那我从上次跟这一次回来这边咨询的时候呢 就有温柔的size 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就有点贪心 我就想要做很大的奶 然后又要挤出很漂亮的乳工 但是我才知道原来 家庭这种东西不是说你想要放多大就放多大 因为你要量一下你的胸宽啊什么的 重点是乳头标变位子这件事情 我现在才知道 因为我一直以为不管多大的家庭放下去 应该都算是合理的 但是我今天咨询才知道原来 如果你家庭放太大的话 你的乳头是会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跟你say hello 所以我还是觉得不管是穿衣服好看也好 或者是脱衣服好看也好也蛮双腰的 所以这一次回来就是来跟大家的咨询 然后这支影片呢我大概不会跟大家说我用了多少的金额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有时候我看这种影片我都会很想知道金额 但我适合放多大的家庭 那我当然是喜欢可以放越大越好 对我一直在一声叮咛跟医生说可以放越大越好 我只要想出那种大奶的感觉你知道 从来没有大奶过所以我还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有大奶的那种感觉会是怎样 对 然后我今天呢也同时完成了术前的检查 像胸腔跟乳的超一波还有抽血的检查 对 因为到时候可能会跟一些术 手术过程中必须要用的一些嘛 最相关的东西都要事前前做好这些检查 所以我今天完成了 接下来呢就是直接到手术那一天 距离我现在手术应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手术当天一些顺顺利利 然后整个修复状况也顺利完成 这一天呢是我熔乳手术的前一天 着实有点紧张耶 是真的有点紧张 因为我从小到大真的没有去开过道啊 还是动过任何手术 所以我对于这种手术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感觉到很恐惧 跟害怕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怕针跟血 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 明天我到底是以什么心情进去 但是你说这个紧张里面又有一点点兴奋跟 有一点期待因为 平的耶 就是现在是平的耶 明天就会 动起来 动起来 对然后等一下我会找点水 然后明天就要出发去诊所完成这个手术 对然后我会给你们一直更新一下我的这个修复的状况跟 我实际的感受 因为我昨天有问到一个她是做模的的 一个妹妹她说 她做完之后很像卡车碾过 卡车碾过很可怕耶 各位 时间快转 希望 打开眼睛 就已经完成了 拜拜 好 我现在已经融入回家了 今天第一天 我刚才没有拍因为 有很多东西都不能拍所以 我就没有特别拍 那现在我已经 把腰也推了 然后所有东西都推了 现在回来家休息 对我现在 人一点晕晕的不是很舒服 那你们看到这边吗 这是那个 树胸的袋子 就把我的 夹体控制住 那我现在就是 你说很不舒服吗 其实我觉得 全身麻醉跟麻醉起来都没有疼痛感 只有酸酸的 就脏酸脏酸的在我这个 胸部的地方 就是很酸很酸很崩很崩很 很不舒服 然后我 可能 坐起来还是躺下去其实都蛮痛苦的 对那其他部分都还没有酸 然后我最后方的夹体是415 对 原本其他是450啦 只是将一个 cup 的感 不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度 对 那看起来好像是 觉上 我目前看不出来 到底是大还是小 所以 我无法判定到底这个奶是 什么size 他现在是呈现一个 一个 还蛮僵硬的状态 所以我可能明天复诊的时候再问看医生看一下他的修复状况如何 对那现在就先休息 因为我现在真的体蛮虚的 就是 可能走路啊 或者是 躺着啊 你要好好睡 每半好好睡 就是很痛苦的一个阶段 对那我们就持续记录咯 我终于做了 我真的是 但是 刚才躺在手术床上的第一根梦门其实是很想哭的 对但是没有哭因为我很怕枕水哭不出来 对所以 我们持续记录 嗨大家现在是 融入手术的隔一天 第二天 很痛苦哎 我现在 整个这一边呢 好像负重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很重 你起床 你起床的话 你就是只能靠你的意志力在起床 因为他 这边就是会把你的那个 胸肌弄得很像运动酸痛那种感觉 所以你起床的时候 一起来那运动酸痛 超 超级严重 那因为我的 甲体是放在半筋半肉嘛 就是一般是 呃 我的肌肉底下 所以 他一定会运动到我的 原本的 胸肌的部分 所以我只要起来 动到我胸肌 就是痛 我刚才回诊所 打那个止痛的时候 司机光在路上这样子颠簸一下我都觉得 好不舒服 真的很 不舒服 现在就这一块啦 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僵 然后有点不舒服 然后我也有定时的戴着口服要什么的 对但是我看 大家的心得分享 第二天都确实是比较不舒服 好像第3天第4天之后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希望因为我真的 觉得很痛苦 然后因为我这次啊 有放引流管 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吗 就这一个 有点血型的画面 就这一个 它是有两个管子接我的腋下 就是可以把我腋下里面的组织衣全部吸出来 就是会比较快消肿 对所以我之后还是要退诊所去 把那个东西拆掉 就是 他才会是 胸部这样子 对现在目前是接这两个 然后定期就是要把里面的血水跟煮鸡 拿去倒掉 对那今天真的比较不舒服 像我做起来什么的 基本上我真的奉劝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融入 我劝你还是交个男朋友 或者是 找个班 之类的来帮你 像我就幸好有学妹 他们有时候会来我家 帮我买个碗层什么 或是把我浮一浮 我才不觉得没那么痛 不然真的 很痛苦 而且我现在头发 超油 因为现在不能碰水 好油 我现在整个很邋遢 我脸 我脸就是尽量用保养品擦湿过 才没有那么的油 而且我跟你说 那痛苦还不是 只有这一边 我的腰超酸 就有点像是 你突然增加重量在你的胸前 你的腰就 必须要有支撑力去支撑你的上面的重量 所以我的腰现在也很酸很痛 对所以我目前呢 的感受是这样子 然后我目前的奶 它是呈现两个比较偏碗弓状的 因为 它才刚放进去 所以它还没有开始 跟我身体的组织进行一个融合 所以它看起来会有点假假的 等它慢慢的就是 透过 按摩或长时间的待在里面 它会变软 对目前是还没有那么快变软 我很期待它变软的样子 因为 它融完之后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像有点小 我选的已经算是大低了 可是看起来还是有点小 但是我今天有去问 诊所的人 他是说 这个 它会越来越软 看起来会 视觉上会比较 大一点点 对那以上是 第二天的回报 大家 今天是我事后的第14天 今天是我事后的第14天 然后呢 我没有想到我的 熔乳会有这一点 就是我需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手术 那为什么要做二次的手术呢 的原因是 我发现我在修复的这段时间 我的 左边 这是左边 左边的这边它 一直上胸的这一块是隆起的 那右边的话呢 这边就是正常的 它是平坦的 就是不会有隆起的部分 甲铁在它改栽的位置 所以 我跟诊所询问了很多次 接下了很多次 一开始诊所告诉我的原因是 可能它还没有效忠 所以 甲铁还没有 回到该毁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 第二个状况就是以微 那当时我听到以微我整个大傻疑 因为我想说 嗯不是应该 融入很专业的一次就可以到位跟完成 所以今天遇到这个状况 我也不确定 到底是诊所的问题 还是我个人的问题 体质的问题 我不确定 反正 现在就是 让我心情非常的差 就是从 融入结束之后 我心情就一直很不好 因为 一直有一种 没有办法好好的 方形的 让我胸部 回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心情就很差 那跟诊所的聊 下来之后呢 就决定在 下礼拜 移的时候要做二次的调整手术 那二次的调整手术呢 就是在同样的开刀位置进去 把甲体移到该栽的位置 把它往下移 对 那我就是觉得 还要再挨多一次刀 还要再挨多一次刀 还要加麻醉一次 还要再承受一次 被整桶的感觉 我真的 觉得很难收 手术我真心希望二次一做就成功 嗨大家 我已经回到甲儿的二次手术 那这一次手术呢 非常的成功 我现在这边已经不肿了 就是 整个肿的状况已经 消失了 甲体回到他刚回到的位置了 对然后医生刚才也有帮我把 我左边的一些 雨晴啊 肿胀啊 血水啊 全部清肿 所以我也觉得这边没有 之前的那么肿的感觉 然后这一次做完之后呢 我也不觉得 特别的不舒服 就没有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这么痛苦 我以为我会很痛苦 但是连腻下的伤口就是 微微一点点那种伤口的紧绷感而已 其他都 赞 很开心 我终于有一副 视觉上看起来很正常的奶了 乳后大概一年 三四个月左右给你们做的种心得 现在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是 完全 修复好的状态 其实熔乳大概要消肿修复都需要用个 半年到一年左右去观察它 像我现在一年之后就完全是 稳定的状态 所以今天就跟你们来做一下 这个熔乳的种心得 然后这个心得的部分呢 其中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是 你熔乳的当下你一定要请一个人照顾你 不管是你男朋友或是你的朋友 因为你在做完之后啊 你需要起身跟 躺下你都需要 软夹去攒扶 不然其实 你的胸口会有大面积的那种撕裂伤 跟一点酸痛的感觉 其实蛮不舒服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做完 一到三点都完全睡不好 就是你很想睡但是很痛你没办法睡熔乳 是我真的觉得 蛮痛的 然后再来就是 开伤口的部分 像我自己的伤口是开在腋下 有些人开在腋下 有些人开在乳晕 有些人开在乳的 就是下缘的这个位置 每个人放的地方都不一样 这我觉得是 看那个诊所帮你动手做医生的专业 我也有网络上看到很多是 有一些 是可以做到 很隐形的 我觉得这就看医生的技术 跟看你个人体质 然后再来呢 有一些材质是需要按摩的 像如果你是做光滑面的话呢 是需要按摩 像我做的是女王波嘛 医生也是跟我说不需要按摩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做完 三个月的时候 整个形状还是偏有 一点点僵硬 跟有一点点 触感抹起来没有那么柔软 我还是有请人家去跟我按摩 像向下推 左右推 八方推 你们网络上都可以找到那个 影片 都可以自己洗澡的时候 有点热 热水 冲下来的时候 稍微推一下 越推你会觉得你的奶越柔软 它因为它整个 甲体就有在移动 然后方便周围去长一些组织 可以让一些 让奶看起来比较柔软 像你们现在看我的奶已经是 偏柔软的类型了 但是 各位 跨性别的姐妹好了 因为 女生的奶是从脂肪去形成的嘛 所以它整个还是偏 柔软水润水润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们这种 从平胸做到 现在这个奶的状态啊 要做到那种 脂肪的触感是几乎不太可能 除非 你有在 补你的脂肪 在你的奶的周围 不然其实你抓起来 还是会有 夹体感 我觉得这是 无法避免的 就只能 只能这样子 对 要做就是只能这样 除非你自己在 补脂肪 不然其实整个 摸起来 还是会有夹体感的 但是 是QQ的 有吗 QQ的 有那种QQ的感觉 还是有 对 形状外表 看起来穿衣服 是看不出来啦 除非你 脱衣服 会稍微的 比较显形状一点 我不可能脱衣服给你们看 所以 大家自行想想一下 对 然后 做完一年多了 你问我的心得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 非常的开心 因为 离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又更近一步 因为我打从 这几年就觉得 我想要越来越像女神 所以我做了很多 外观上的调整 跟改变 我觉得都 回头看都蛮值得的 然后你自己的自信也会越来越出来 然后别人给你的赞美也越来越多 所以 我个人 在我身上是 完全真相的 一个改变 我自己很开心 你们应该也觉得 替我开心吧 你们看我以前的影片 平凶 然后 对自己可能 不太有自信 我现在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还是觉得 嗯 我以前怎么可以 那么的 觉得 好像有自信 关于自信的部分 我之后会在 可能 别的影片 再跟你们分享吧 但目前这个阶段 我还是对我自己的 现阶段的状态 很满意的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 融入的心得 或者是 交流 问题 都可以底下留言 我都会尽量的 回复大家 然后我有补充 那些注意事项的 资讯 我都会放在 我的资讯栏 希望可以帮助到 想要融入的 你们 不管是男生 女生 任何人 都希望可以帮助到 你们